德国法兰克福 尽管BB于1986年破产,但在2014年由创始人Rena Beckman先生主持重组并赞获新生,BB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宝石捷改装作品。公司成立之初,主要就是承接宝石捷车主们的个性改装工程。 最知名的作品是被称作Rainbow Pouch彩虹宝石捷的BB Duckman 911 Dog跑车,德国的大众,奔驰也是BB公司钟情改装的汽车品牌,不过,BB的改装更多是注重在外观和内饰的装潢上,对于车辆本身性能,不会做出太多的提升,开出去就是和别人不一样,才是BB的品牌宗旨。 上世纪80年代,BB公司开始接单社会权贵人士改装个性作家,他们将奢华的奔驰轿轿,加上跨章的尾翼,且开车顶改装成敞篷,如此乖章的风格,也深得中东土豪们的喜爱。 沙特国王App Alexis就是BB的客户之一,Rainbow Pouchman先生随着BB公司名声远播,他们的改装车作品,也得到了汽车媒体的广泛关注。 彩虹宝石捷登上了汽车语运动,花花公子等杂志,从法兰克福到纽约,越来越多的潮流富豪找到BB改装自己的爱车。 公司生意越来越好,设计师的灵感也就越来越飘,这些天马行空的家伙将创造力如魔法般,挥洒在中规中矩的德系汽车上,其效果当然是令人惊讶的。 1983年,BB的设计师大胆推出Magic Chop魔法车顶梅赛德斯Mercedes 500SEC改装方案,将原本是硬顶设计的奔驰轿轿车改成了敞篷,而且与一般的折叠篷设计完全不同。 按下中控台上的一个按钮,整个车顶就会向后移动,最后平铺在后备箱上,C柱在车点完全展开的时候只剩下一半,而其余部分隐藏在车体内。 这套系统内部有着很复杂的电船结构,装备魔术车顶的大奔500传说,只生产了10台不到,售价高达30万德国马克。 要知道当年一台全新的奔驰500SEC轿车,售价才8万2000马克,其中一些流向美国和沙特阿拉伯,据说还有一台东渡到了日本。 BB的手艺绝对靠谱,即便是过去了30多年,整个车顶开启系统的运作仍然安静顺畅。 我们来通过视频欣赏一下魔术车顶的打开方式,然而魔术车顶推出不久,BB公司就面临破产的窘境,也许是因为日系汽车的强势崛起,或是因为BB的设计实在是太过超前,与常见的折叠篷结构不同。 BB是将整个车顶搬到后备箱上,在顶棚完,全打开后,车顶就像后盖一样,与唯一部分持平,不通过视频你是想象不到那一半C柱是怎么消失的。 2014年9月,巴克曼先生在德国法兰克福车展上宣布BB公司重启,也许那个充满的是高风味的改装风格,会在这个复古文化复兴的年代回潮,并在宽体大浪中,带来一股彩虹般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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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